台中市長盧秀燕24號一大早就出現在桃園機場 大家辛苦了 22號晚上11點半 盧秀燕搭機前往美國 但是在飛機上徹夜未眠 靜盯颱風變化 23號台灣時間上午10點35分 飛機才降落美國 得知台中被劃入路上颱風警報範圍 馬上折返回台 一路上其實我們就跟台中在保持聯絡 所以當時我們就立刻在美國開了一個緊急的會議 盧秀燕率團訪美獨自提早結束行程 只在美國待了大約7個小時 搶搭最快的班機返台 就正災害應變中心會議 而後續訪美行程 也將由副市長黃國榮帶領局處首長們 繼續完成 東正新聞黃啟動桃園報導